好 接下来关注中国的经济 那么因为中国持续不断地用清零做原则 而抗疫的手法循着清零就封城 使得我们在这个礼拜的Focus已经谈到 那么有部分国外的经济学者认为 中国的经济成长在今年会大受冲击 甚至三分之二的城市可能会在财务运转上出现困难 北京已经开始发餐饮消费券了 从7月18号开始连发30天 发出的总金额高达人民币1亿元 就是为了拉抬内需疲软的经济 中国第二季的经济增长只有0.4% 而经过风控的上海上半年的GDP也降了5.7% 追求清零的严格防疫对经济的伤害越来越明显 中国大陆最近一天的单日新增将近700例 成都已经管控7天 广西的北海也紧急管控 而广州出现了社区强硬防疫 杂锁破门到住户家里消毒 发现单位的门锁被破坏 碎片散落一地 涉及至少7层超过120户 隔离期满返家看到这幅景象整层楼 每户住家门锁全被破坏 仿佛被小偷闯空门 但这一切社区之委却说是为了防疫 怕有住户躲在家不愿转移隔离 竟出此下策 广东广州这处社区强硬防疫作为挨空 事后不仅被惩处 还被爱家爱护道歉 会为受影响的住户安装新门锁 之后会按调查结果追击 面对本土疫情再度升温 极端防疫手段又出现 最近一天大陆新增699例感染 四川成都下令管控7天 限制跨省市流动 禁战前需要离我手上的这种初战通行卡 这样在抵达省内的其他四周 就可以比较便捷的初战 离开成都需要有初战通行卡 还得持48小时核酸硬性证明 另外成都市内所有酒吧 KTV等娱乐场所则被迫先关闭 在广西北海因为近6天内 超过500人染疫 当地也紧急管控 造成2000多名旅客滞留 根据日本投资银行野村 18号发布的资讯 中国大陆目前有41个城市 处在全面或部分封锁下 覆盖2.64亿人口 在追求疫情清零下 对经济来说是一大重创 上海上半年就因为疫情封控 拱手将经济低沉的宝座 让给北京 上海上半年GDP总值 虽超过人民币1.9兆 但同比却下降5.7%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下滑16.1% 其中住宿餐饮下滑超三成 我觉得下半年的话 其实我觉得上海的这个反弹速度 可能会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企业层面的话 我们看到就是前期的这个政府的一些 那政策已经开始逐步的这个落地 那起效 要拉回市场信心 上海重新强调 手电之都 美丽不减 即便有疫情封控的上半年 还是吸引了366个品牌 将全大陆第一家或全球首家海外分店 开在上海 因为也是怕疫情会影响 就是后续的一些零售的生意啊 最终还是选择就是要开 中国时尚文化潮流最前沿的一个城市 同时也是最国际化的城市之一 上海相信手电能吸引消费者回流 大型生产更期待这些生力军加入刺激买器 那就是想去看一些新鲜的东西啊 就是每次逛逛有不一样的感觉啊 在近期 哪怕是客流还没有完全回暖的情况下 我们也看到了非常好的手电的营业额的表现 一间只有50平米的店 他可以单天就做到2万的营业额 除了上海在拼复苏外 北京18号起也和餐饮企业合作 发出总价值1亿人民币的消费券 我觉得挺方便的 对挺实惠的 明天再来的话 我会提前先去领消费券 北京的餐饮消费券 是采用满额折底方式 比如有满100元折30元 满50元折15元等 连续30天都能献上领 我相信通过这次我们北京消费券 优惠正常推出之后呢 在未来的一到两周呢 我们的业额会恢复到正常的水平 期望接下来经济能好转 但这一切前提都还要考量疫情 大陆的严格防疫手段 成了贫复苏的最大绊脚石 TVBS新闻综合报道